这个憨憨小家伙想必大家都不认识 或者说不认识他幼崽的样子 但当你看到他长大后的模样 应该就知道了 他就是戴雄 戴雄长大后的样子依然憨态可惧 可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他的战斗力可不差 戴雄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东部 南部及塔斯玛尼亚岛 之所以叫戴雄 是因为他和袋鼠一样有着天生的育儿带 但他与袋鼠的育儿带有所差别 就是戴雄的育儿带口事后开门 这可大有讲究 戴雄是个小短腿 腿部肌肉发达 找强壮有力 这使得他们很擅长挖洞打穴 并且戴雄在旱季经常会挖草根为食 戴雄多在夏季进行繁殖 一胎只生一个 新生的戴雄只有两厘米大小 体重大概在两克左右 戴雄幼崽要在育儿带里 吃和拉撒八至九个月才会初代活动 戴雄妈妈要时常清理育儿带 而育儿带向后开口 就会避免挖土石 把土羊进育儿带里 也减少了戴雄的清理工作 这就是神奇大自然物种进化的智慧结晶 戴雄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 但它的新陈代谢能力异常的差 吃进胃里的食物要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完成消化 这有助于在干燥的环境下生存 戴雄独特的消化系统 使得戴雄能够拉出方形的巴巴 这可是动物界独一无二的 戴雄成年体长只有一米左右 体重却可达三十公斤 无短身材的戴雄远远望去就像个毛球 它们平时行动缓慢 可遇到危险时 戴雄能以四十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逃回洞中 戴雄的洞穴延绵十几米 并且洞内纵横连通 有助于躲避天地 戴雄生性有些胆小 一般咒服夜处 但为什么说戴雄攻击力不差呢 因为戴雄天生有着抵抗天敌的手段 戴雄的臀部基本有软骨构成 皮操肉厚的程度不亚于一个小盾牌 天敌来饭时 戴雄会迅速躲进洞穴中 并用它内结实的臀部牢牢地堵住 宽约六十厘米的洞口 如果天敌试图进入洞内猎杀戴雄 戴雄就会用自己坚硬的后臀进行反击 可不要小瞧它的肉臀 戴雄的臀部攻击力惊人 再加上戴雄基本没有的尾巴 时常让天敌无处下嘴 有时还会因遭受戴雄臀部的攻击 而搭上身家性命 基于这种强大的抵抗力和独有的消化系统 加之可爱的外表 以及平易近人的性格 使得戴雄的生存能力极强 如今除了昆士兰毛吻戴雄外 其他品种的带雄生存很少受人类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